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停止签发现行本市台胞证 在大陆的台湾居民可向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处境管理部门 申请补发换发五年有效电子台胞证 包括持一次有效台胞证入境的台湾居民 根据修改后的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台湾居民来往大陆无需办理签注 仍然有效的本市台胞证可以持续使用 执政人也可申请换发电子台胞证 据介绍 启用电子台胞证是为了进一步便利台湾居民来往大陆 以及在大陆居留生活 提高证件的签发和查验效率 增强证件防卫性能 台湾基隆级于船示辉31号18号在桃园外海 以一艘货轮发生碰撞而翻覆 船上包括四名大陆渔工在内的九人失踪 台湾海巡部门20号向记者证实 目前已寻获五具遗体 其中四具已核实身份 据了解 目前确认身份的四具遗体中 两名为大陆渔工 一名为台籍船长 另一名为印尼渔工 20号下午发现第五具遗体 以运抵基隆港进行身份辨认 台湾检方认定赵氏霍伦亚尼二号 未注意航线且判断失误 恐涉及业务过失导致死亡 事故原因目前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9月19号 以两岸智慧共化发展大计 携手合作共会美好愿景为主旨的 第十届台商论坛在江苏淮安开幕 两岸知名学者商界领袖齐聚淮安 就进一步助推淮安打造台资高地等议题 进行深入交谈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第十届台商论坛以后职共同利益 携手创新创业为主题 立足两岸聚焦宝岛放眼世界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 深刻关注全球经济发展动向 以及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 给两岸合作带来的新机遇 拓展怀台互利共赢的新模式 深入推动台资项目倍增 交流平台扩展 101%服务升级三大计划 前来参会的台波集团总裁 江苏台商协会会长林博士表示 在今年经济形势下行的加力下 台商也正积极寻求转变 希望能够借此契机 得到两岸各界的发展意见 帮助淮安打造好台资高地 整个大陆的产业的发展 也不断的在升级 所以包括西总数据也特别强调了 新常态要稳增长 要调结构 那这个结构就是产业的结构 要往创新 要升级 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是的 这是一个台商发展 困境和机遇并存的时间点 对此 国民党智库执行长 尹启明在论坛上 也发表了他的真知灼解 创新 我是升级的 转型的 包括很多台商都必须要 签厂或是扩建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台山论坛 这一大陆唯一以台山命名的论坛 是江苏淮安 亲力架设的两岸经贸交流 合作精巧 台山论坛的品牌效应 也让淮安受益匪浅 短短的九年时间 以论坛为美 令人瞩目的对台经贸交流成就 使淮安成为了继 深圳 东广 昆山之后 大陆又以台山投资聚集高地 东南卫视记者 江苏淮安报道 此次台商论坛期 还围绕着两岸产业合作 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分论坛 其中就包括 两岸文创产业 继西游记文化发展论坛 我们都知道 江苏淮安是西游记文化的摇篮 没有古淮安城 或许就没有西游记 此次论坛 努力让两岸文创产业 继西游记文化合作之路 越走越宽 上世纪四十年代 大闹天空 走入世界观众的世界 在中国 没有哪一部文学巨作 能够像西游记那样 被多次搬上迎品 频繁演绎 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本届两岸文创产业 继西游记文化发展论坛 围绕两岸文化产业发展定位 以同住两岸文创新平台 共援西游产业新梦想为主题 舒怀畅谈 贡献良策 作为西游记作者 吴承恩故乡 淮安聚合了西游记研究高端人才 将努力打造 以西游记文化为主题的交流平台 透过此次高端对话 积极探索 两岸文创界人士 在西游记文化发展过程中 发挥的友谊作用 并就未来的发展前景 与合作事宜进行有益的研讨 文化是共同的 两岸共同根源 台湾在创意端的人才这边 有很丰沛的资源 可是大陆在于市场化 这种规模化的产业端是很强 两岸怎么去把它嫁接起来 吴承恩的作品 这本西游记 怎么变成产品 本来就有很大的一个 一个红锅要跨越过去 可是从产品 要变成能够市场流通的商品 又能够永续经营 那又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台湾平潭同乡会 第一届理事监事分会长就职典礼 继中秋联欢会 19号晚间在台北举行 几百名家乡的福建平潭的 台湾新住民们相继一堂 在中秋佳节前 共化相情 来看我们驻台记者 发挥的报道 据了解 目前在台湾的平潭乡亲 有一万多人 他们中很多都从事装潢 清洁护理等工作 属于台湾稀缺工种 新当选的台湾平潭同乡会理事长 林亮雍表示 十几年前平潭是执掌石头不长草 现在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 和福建平潭自贸区的建设和推动 已成为了投资新业的热土 现在大陆对海峡西岸 习主席对海峡西岸 提出一个福建自贸区 那本身我们平潭 就属于福建自贸区里面的最前沿 那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一个政策 这么好的政策 我们就看到希望 那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平潭人在台湾这么多 我们为什么自己认为平台 跟对岸做个对接 把我们这边好的经营理念 还有好的服务 可以带回我们平潭去 据了解 台湾平潭同乡会在未来 还会着重帮助在台相亲 解决就业 法律咨询 疾难救助等方面的困难 加强团结 共谋福利 关心故乡建设 及服务社会 也是该会成立的宗旨 而在当天的成立大会上 台湾平潭同乡会 还公布了一条 对台湾同胞的利好消息 从本月18号起 没有台胞证的台湾本岛居民 只要乘坐海峡号客滚轮到平潭 在台北或者台中港出发之前 在码头输入办证信息 直接登船抵达平潭码头后 即可领取台胞证 而通常首次办证需要六个工作日 这大大简化了台湾同胞的办证手续 提高了效率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来关注岛内的登革热疫情 台南市登革热病例持续攀升 民众谈闻色变 前台南县长苏患志 近日却披露 连日来 不少患登革热的病患向他抱怨 从确诊到出院多日 都没人到家中去喷药 这跟过去只要通报为疑似病例 就喷药消毒的流程不一样 因此他质疑化学防治出现了大漏洞 台湾地理环境特殊 导致地狭人稠 有六到七成的人口 住在面积不到两成的都市区 然而由于自然灾害多发 据英国建桥大学风险研究中境调查 发现全球城市危险度指数排名 第一竟然是台北 东京和首尔紧随其后 3C装置普及 让移动电源几乎成为现代人的必备品 有背包业者就突发奇想 结合太阳能板打造背包电源 背着包的同时 也能替手机平板电脑充电 不过缺点就是 要在大太阳底下才有作用 另外还有厂商主打多功能 整合蓝牙喇叭 汽车急救电瓶 试图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好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翻w.fjtv.net 或手机访问海博视频客户端 我是小丽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